大家好,在节目开始前,我先对各位朋友说声谢谢 在经过了两年多的努力以后 昨天2021年的12月20号,大概在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我们的订阅终于达到十万,确实感谢大家 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持与陪伴,我也走不到今天 以后争取把节目的质量办得再好一点,来回报大家的喜爱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一下中共对台湾的渗透 江泰公在以前的节目里头也说过 中共在大陆能打败国民党呢,有三个法宝 第一个是宣传,就是造舆论 第二个呢,就是统战,就是搞这个间谍渗透 第三呢,才是军事力量 这就是中共所谓的打败国民党的三大法宝 那么现在在两岸关系上呢,我曾经提出这个担忧呀 我说台湾人民呀,一定要提防中共的渗透 实际,它还是这几方面的渗透嘛 首先是宣传嘛,就是现在台湾有那么多媒体 是受大陆暗中支持的,这就是所谓的红媒嘛 前年的时候,台湾馆长不是还搞了一次反红媒游行嘛 对不对,参与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然后呢,就是这个统战渗透,就是搞这个间谍活动 这一块呢,对国民党应该是起作用了 你看现在国民党的几个领袖,全都是舔共的 可以说他们离开了中共呀,就没法在台湾生存 就成了这样一种状态了 那么这个呢,都是在表层的 是大家都能猜得着也能看得到的 但是中共对军方的渗透 这个可是看不见的战线呀 你想想现在曝光出来了 在国共两党斗争的时候 国民党系统里头有多少中共的高级间谍 所以说国民党咋能打得过中共呢,对不对 他败到台湾呢,也是必然的 那么我内心深处啊,一直有一种担心 因为现在台湾的军队呢 他实际还是从国军传下来的 这个军队是最讲究体系跟传承的 那么在他那种传承的过程中 里面有没有被渗透的基因呢 这个实际是我一直所担心的问题 现在呢,路透社有一个调查报告 他就指明了中共对台湾军方的渗透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把路透社的这篇稿子呢 来跟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路透社调查,共谍黑手深入台湾军方 总统随护也遭渗透 我们看一下,路透社首先这个稿件的题目 就点明了这个中心思想 共谍首先是对军方的渗透 然后这个渗透到哪一步呢 把总统的随护都渗透了 这个随护呢,是台湾语音的说法 放到大陆呢,就是把总统的护卫都渗透了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看看这个问题多严重 路透社20日发表调查报告 在他的第三篇,以案件文件显示 共谍以渗透台湾军方为题 直指台湾政府与中国间谍持续渗透 根据台美官员表示 北京的目的是收集台湾国防计划细节 并破坏领导阶层的领导能力 甚至连总统蔡英文的维安细节也受到渗透 针对共谍黑手深入台湾军方的疑虑 台湾国防部20日晚间回应路透社的报道表示 已有积极的反情报工作 阻止了中国渗透军队 而且国防部也表示 国军透过多元教育方式宣传与奖励官兵 主动检举反应 部法人士在接住国军官兵初期 即遭检举调查 是一种反情报工作积极的表现 并未遭渗透 这是台湾军方回应这篇报道的时候表示的 那么台湾军方讲的这个话 可不可信呢 我们吃瓜群众呢 要在这打问号 假如说没有这个渗透 那么路透社呢也不会出这样一个结论 那么就是有人渗透 台湾军方现在也不能承认呀 他说我们里头现在有多少供敌 是不是表现的他特别无能呀 所以他这个回答呢 等于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老百姓呢 心里的有点数 这个地方的要打问号 台军队可能外泄机密资讯 随即采取变更手段 并在案件未产生泄密危机前 即阻断次密情报管道 可有效维护机密安全 路透社这篇报道 以史上最大供敌案 谢熙章为例 称他二十多年来 以香港上人身份来谈 被控秘密替中国招募间谍 他也成功渗透到台湾军界 手法包括支付台湾军官 及其家属出国旅行费用 提供现金 以及赠送军官妻子 私金和腰带等礼物单 这个地方呢 路透社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发生在台湾的一个供敌案 实际在江泰公身边呢 还发生过一个台湾间谍案件 这个是我一个轻轻的老哥 身上发生的事情 实际两岸啊 在这个方面都有这个情报的刺探 哪个国家不搞这个事情呢 只要没抓住 没有被曝光出来 都不会承认有这一类事情 那么我把我这个老哥朋友 这个事情讲一下啊 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事件呢 大概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 我有一个老哥呢 是母史的一个日报的一个很出名的记者 有一年呢 他坐火车呢 到北京出差 然后他对面呢 坐了一个台湾人 然后两个人就聊天吧 聊一聊呢 他俩都参过军 我这个朋友呢 是在空军服过夜 然后对面那个人说呢 他也在空军服过夜 然后这一来二往呢 两人就成了朋友 他经常到北京出差的时候呢 他还约了这个台湾朋友啊 见个面 那时候呢 两岸关系也比较好 再说呢 他到北京去呢 有一个台湾朋友 好像每次出去应酬的时候呢 也都一块出去玩 大家相互长个面子呗 然后在这个聊的过程中呢 那时候中国的这个歼期 好像是刚造出来不久 然后那个台湾朋友呢 就跟他说 老哥呀 现在中国这个歼期非常厉害 那么我做一个退伍军员啊 你能不能带我去参观一下 看看这个歼期到底怎么样 然后我这个朋友 根本就没有一点歼闭心嘛 说那是个啥事情嘛 改天你到我这来 我去采访他一下 你跟着我就行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 这个台湾朋友呢 就从北京到了他这 然后他就拿了个采访证 就到造那个歼期的那个工厂去了 因为那个地方呢 本来也是他的对口单位 所以他去采访 那都很正常 大家都没有觉得这个有问题 他就带着他这个台湾朋友呀 在那个各个厂房到处转 还照了好多照片 都没有事 这过了几个月 然后那个台湾人 被北京那边的国安给抓了 说是间谍 然后把我这个朋友也抓了 把我这个朋友吓坏了 幸好呢 他们家也是有背景的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 最后呢 就是挨了一个处分 没有被关起来 如果是个普通人 家庭在没有背景下 绝对把他安个间谍罪 告他个十几年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所以现在想想啊 这个间谍呀 是无处不在 所以中共到台湾去 渗透搞这个情报呢 他还是这一路数 但是很多普通人呢 你就不会有这个防备心理 你像我那个朋友 也确实是工军下来 而且是一个联级干部下来的 也是共产党员 也都学过保密条例 但是在那种 哥们一起的情况下 就根本没考虑到 这种保密嘛 他直接带到别人 到工厂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事啊 真不好说 然后我们再看 根据路透社的文件显示 2019年6月 反间谍人员 针对谢西章的网络 展开突袭 发现更多证据 目前已发出逮捕 谢西章的逮捕令 但据知情人士透露 谢西章仍不在台湾 根据台湾退休高级官员 和现任政府官员称 这些间谍案显示 中国发动一场广泛间谍计划 以破坏台湾军事和文职领导 腐蚀军方战斗意志 窃取高科技武器的细节 并深入了解台湾国防规划 这个他就从前面破坏的这个谢西章案件 来说明 共联对台湾的渗透还是非常厉害 北京甚至渗透保护总统蔡英文的维安细节 报道也以前特勤警卫官 前总统随护孙汉芳及其万损 总统警卫官王文彦为例 指两人因向中国情报机构泄露 有关蔡英文维安的敏感资讯而被定罪 据路透社查阅的法庭文件和媒体报道 两人还被指控泄露首位总统府和官邸的高级随护之姓名 职务和工作电话号码 据路透社查阅法庭记录和台湾新闻机构的报道 在过去十年中 至少有21名上尉或以上军衔的在职或退休军官 因为替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定罪 审查显示目前至少有9名及其他现役或退役武装部队成员 因涉嫌接触来自中国的间谍而受到审判或接受调查 台美军事分析人士表示 如果两岸陷入公开冲突 深处台湾军方优势地位的供电 可以为中国提供无价的优势 今年两岸紧张局势急剧上升 解放军也正在稳步积累夺取台湾阻止美国干预所需的火力 国防部在9月份发布的一份《关于中国军队报告》中指出 潜伏在台湾的中国特工可能会袭击指挥中心 以斩首台湾的军事和政治领导层 并挫败台湾军队的士气 曾研究过台湾问题的 退役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 克兰特纽莎姆指出 即使在和平时期发现中国间谍 也可能打击台湾时期 台湾武装部队最高层级军官 接二连三被判下间谍罪 这肯定会对军官团和军队产生心理影响 况且一旦领导者的诚信遭到怀疑 内部就会开始腐败 并且越来越糟 一名退休高官也认为 共谍频传导致同事之间失去互信 你让盟友对你失去信心 针对路透社查询 有关中国在台湾从事间谍活动的相关问题 中国国台办没有回应 陆委会则发表声明称 中国不断扩大的间谍活动 是北京正在进行的恶意政治行动之一 破坏两岸关系的正常发展 这个就是路透社的报道 那么这篇报道已经讲得比较清楚了 我在这就不过多的评论了 但是我要提醒这些台湾朋友 这个间谍不是像你在电影上看到的那样的 你一看他就是间谍 他就是普通人 所以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 都要提高戒备心理 像这些有关涉密的事情 尽量要高度警惕 也许你的一个朋友就是被中共渗透的 你咋能知道呢 对不对 你像我那个老哥 他作为一个资深的记者 也是经过党国培训的 就完全没有一点防备心理 而且给他做统战工作的 是一个台湾间谍呀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人再换一下 给他做统战工作的 是一个大陆人 就是台湾在大陆发展的一个特务 那他更没有戒备心理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间谍战呀 是无处不在的 那么路透社的这篇稿子 能公开登出来 台湾军方虽然否认了 但是证明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 所以我们还是要紧急那句股训呀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呀 好吧 这期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